大家有住饭店的经验的话呢 都会发现饭店房间里面 常常都会摆上一本圣经 结果呢现在有学者觉得说 那干嘛要摆圣经西方人的东西 干嘛不摆我们的这个论语 来发扬中华文化呢 不过有饭店业者持保留的态度 饭店房间放圣经已经不稀奇 不少饭店都会放置圣经在房间内 让国外旅客家的感觉 但现在呢有学者和孔子的后代 也希望把论语也放进放店的房间 推扬中华文化 一项出现的教科书的论语 现在要进饭店房间 有人觉得怪怪的 而这个点子主要来自前东吴大学的校长 也是孔子协会理事的刘元俊教授 这个想法孔子79代的第一长孙也很认同 打算要找出最简单的论语版本 引用古文搭配翻译并有英日文的两种版本 如果有意愿合作的饭店就免费赠送 饭店主要还是以休息为主 提供一个像居家的环境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再做评估 为在台北车站旁的军品饭店 有不少国外旅客经常进驻 他们认为放房间要再评估 但是放在公共区域的书房 让旅客自由借阅绝对没问题 而其他五星级饭店 原山饭店认为是旅客需要再考虑 军院也认为要再评估 福华则觉得会考虑 饭店业者态度保留 但国外旅客倒是觉得这个点子还不赖 看来学者要推广论语成为中华圣经 先从饭店房间开始 也许效果会不错 但要推广饭店业者接受 房间不只是摆圣经 还要放论语似乎还有努力的空间 今天新闻是茶配与若微台北报道